第二十九回 诗恩崇拜孟周道 乌松罪达蒋门神 诗曰 勘探英雄大丈夫 飘鹏四海满皆虚 乌松不展魁梧略 狮子难为远大徒 顷刻造成英返毕 春寻河谱便还诛 踏实水浒持芳玉 芳石难而盖世无 话说当时诗恩向前说道 兄长请坐 带小弟背戏告诉中去之事 武松道 小管营不要文文周周 仅仅要的话直说来 诗恩道 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 学得写小枪棒在身 孟周一静 其小弟一个混名叫做金眼镖 小弟此间东门外 有一座市井 地名叫做快活林 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 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方对方 往常时小弟一者一者以仗随身本事 二者桌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器命囚徒 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 都分于众店家与赌方对方里 但有过路妓女之人 到那里来时 先要来参见小弟 然后许他去趁时 那许多去处 每朝每日都有闲钱 月中 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 如此赚钱 近来 背着本营那张团链 先从东路周来 带一个人到此 那似姓蒋名忠 有九尺来长身材 因此江湖上弃他一个混名 叫做蒋门神 纳斯不说长大 原来有一身好本事 使得好枪棒 夜拳飞脚 相扑为罪 自夸大言道 三年上太阅争交 不曾有队 普天之下 没我一般的了 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 小弟不肯让他 吃纳斯一顿拳脚打了 两个月起不得床 前日兄长来时 物字包着头 兜着手 直到如今伤痕未消 本带要起人去和他撕打 他却有张团链那一班正军 若是闹僵起来 和营中先自哲理 有这一点 无穷之恨不能报得 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 不在蒋门神之下 怎得得兄长 与小弟出的这口 无穷之怨气 死而明目 指控兄长远路辛苦 气未完立位足 因此且叫江西半年三月 等贵体气完立足 方请商议 不起村仆脱口 失言说了 小弟当意实告 无松听霸 哈哈大笑 便问道 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 几条臂膊 施恩道 也只是一颗头 两条臂膊 如何有多 无松笑道 我知道他三头六臂 有哪吒的本事 我便怕他 原来只是一颗头 两条臂膊 既然没哪吒的模样 却如何怕他 施恩道 只是小弟力搏一输 便敌他不过 武松道 我却不是说嘴 凭着我胸中本事 凭生只要打天下硬汉 不明道德的人 即使嫩的说了 如今却在这里做什么 有酒时 拿了去路上吃 我如今便和你去 看我把这四 和大虫一般截过他 拳头重石打死了 我自偿命 施恩道 兄长少作 带家尊出来相见了 当行即行 未敢造次 等明日 先使人去那里探厅一遭 若是本人在家时 后日便去 若是那次不在家时 却在理会 空去自打草惊蛇 道吃他做了手脚 却是不好 武松焦躁道 小管英 你可执着他打了 原来不是男子汉做事 去便去 等什么今日明日 要去便走 怕他准备 正在那里劝不住 只见屏风背后 转出老管营来 叫道 亦是老汉听你多时也 今日幸得相见异时一面 于南如波云见日一般 且请到后堂少续片时 武松跟了到里面 老管营道 亦是且且请坐 武松道 小人是个囚徒 如何敢对相公坐地 老管营道 亦是修如此说 于南万幸 得欲足下 何故谦让 武松听罢 唱个无礼惹 相对便做了 施恩却立在面前 武松道 小管营如何却立地 施恩道 家尊在上相陪 兄长请自尊便 武松道 嫩地时 小人却不自在 老管营道 即使亦是如此 这里又无外人 便叫施恩也做了 仆从搬出 九窑国品盘转之类 老管营亲自于武松拔展 说道 亦是如此英雄 谁不亲近 于南 缘在快活林中 做些买卖 非为贪财好利 时事壮观梦州 增添豪杰气象 不弃 今被蒋门神 亦是豪强 公然夺了这个去处 非亦是英雄 不能报仇血恨 亦是不弃于南 满淫慈悲 受于南四败 败为掌胸 以表恭敬之心 武松答道 小人年幼无学 如何感受小管营之理 网自折了武松的草料 当下饮过酒 施恩那头便败了四败 武松连忙打礼 结为弟兄 当日武松欢喜饮酒 吃得大醉了 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 不在话下 愿树劳城 作配君 欧从公谢 欲知音 施恩先有知人见 双手情还 快活林 次日 施恩父子商议道 武松昨夜痛醉 必然中酒 仅是如何敢叫他去 且推到使人探听来 其人不在家 延挨一日 却在理会 当日施恩来见武松 说道 今日且未可去 小弟已使人探知 这思不在家里 明日饭后 却请兄长去 武松道 明日去时不打紧 今日又起我一日 早饭罢吃了茶 施恩与武松 去营前 闲走了一遭 回来到客房里 说些枪法 较量些拳棒 看看赏武 要武松到家里 只具数杯酒相待 下饭暗酒 不计其数 武松正要吃酒 兼他只把暗酒 添来相劝 心中不快意 吃了赏午饭 起身别了 回到客房里坐地 只见那两个仆人 又来服侍武松喜遇 武松问道 你家小管营 今日如何 只将肉食出来请我 却不多将些酒 出来与我吃 使慎意故 仆人答道 不敢瞒都头说 今早老管营和小管营议论 今日本事要 央都头去 怕都头一来酒多 恐今日中酒 怕误了正事 因此不敢将酒出来 明日正要央都头 去干正事 武松道 嫩地时 到我醉了 误了你大事 仆人道 正是这般计较 仆人少见 也自去了 当夜武松 巴不得天明 早起来洗树坝 头上裹了一顶万字头巾 身上穿了一领土色布衫 腰里几条红绢搭搏 下面腿崩护膝 巴搭马鞋 讨了一个小膏药 贴了脸上筋印 诗恩早来请去家里吃早饭 武松吃了茶饭吧 诗恩便道 后曹有马 背来骑去 武松道 火又不嚼小 骑那马怎的 只要依我一件事 诗恩道 哥哥胆说不妨 小弟如何感到不一 武松道 我和你出的城去 只要还我 无三不过旺 诗恩道 兄长 如何是无三不过旺 小弟不省其意 武松笑道 我说与你 你要打蒋门神使 出的城去 但遇着一个酒店 便请我吃三碗酒 若无三碗时 便不过旺子去 这个换作 无三不过旺 诗恩听了 想到 这快活林 离东门 去有十四五里田地 换来卖酒的人家 也有十二三家 若要每店吃三碗时 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 才得到那里 恐哥哥醉也 如何使得 无松大笑道 你怕我醉了 没本事 我却是 没酒 没本事 打一分酒 便有一分本事 五分酒 五分本事 我若吃了 十分酒 这气力 不知 从何而来 若不是酒 最后了胆大 惊阳刚上 如何打的 这只大宠 那时节 我许烂醉了好下手 又有力 又有势 诗恩道 却不知 哥哥是嫩的 家下有的是好酒 只恐 哥哥醉了失事 因此夜来 不敢将酒出来 请哥哥深吟 待事必时 尽醉方休 既然哥哥 原来酒后 愈有本事时 嫩得先叫两个仆人 自将了家里的 好酒国品摇转 去前路等候 却和哥哥 慢慢地引江去 武松道 那么 却才中我意 去打蒋门神 叫我也有些胆量 没酒时 如何使得手段出来 还你今朝 打倒那四 叫众人 大笑一场 诗恩当时打点了 叫两个仆人 先挑十螺酒蛋 拿了些铜钱去了 诗老管营 又暗暗地悬俭了 一二十条 大汉壮剑的人 慢慢地随后来接应 都吩咐下了 且说 诗恩和武松两个 离了安平寨 处得 孟州东门外来 行过得三五百步 这剑关到旁边 早望见一座 九四望子 挑出在眼前 看那个酒店时 淡剑 门迎一路 户街乡村 芙蓉金菊 棒池塘 翠柳黄淮 遮九四 闭上苗 流灵贪饮 窗前化 礼白传杯 冤名归去 王洪送酒 到东离 佛印山居 苏氏逃禅 来北阁 闻香驻马 三家醉 知未亭州 十里香 不惜抱琴 孤一醉 信之终日 卧邪阳 那两个挑食蛋的仆人 已先在那里等候 是恩邀武松 到里面坐下 仆人一次安下摇转 将酒来筛 武松道 不要小盏吃 大碗筛来 只针三碗 仆人排下大碗 将酒变真 武松也不谦让 连吃了三碗 便起身 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 奔前去了 武松笑道 却才去肚里发一发 我们去修 这两个便离了这座酒寺 出得殿来 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 严蜀未消 金风乍起 两个解开衣巾 又行不得一里多路 来到一处 不村不郭 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情 高巧出在林树里 来到林木丛中看时 却是一座卖村老小酒店 但见 古道村方 磅西酒店 杨柳阴森门外 荷花仪泥池中 飘飘酒配 五金风 短短芦帘 遮酷日 瓷盆架上 白玲玲满住村牢 瓦瓮造钱 香喷喷出征舍运 村童良久 相非昔日相儒 少妇当炉 不是他年卓士 修言三斗素成 便是二生也醉 当时施恩武松 来到村方九四门前 施恩立住了脚 问道 兄长 此间是个村老酒店 搁个饮吗 武松道 折磨酸咸苦涩 问甚滑辣清香 是酒还须饮三碗 若是无三 不过连便聊 两个入来坐下 仆人拍了果品按酒 武松连吃了三碗 便起身走 仆人急急收了家货食物 赶前去了 两个出得店门来 又行不到一二里 路上又建个酒店 武松入来 又吃了三碗便走 话修续凡 武松施恩两个一处走着 但欲酒店便入去吃三碗 约莫也吃过十来处好酒四 施恩看武松时 不识分醉 武松问施恩道 此去快活林 还有多少路 施恩道 没多了 只在前面 远远地忘记那个林子便是 武松道 几时到了 你且在别处等我 我自去寻他 施恩道 这话最好 小弟自有安身去处 望兄长在意 切不可轻敌 武松道 这个却不妨 你只要叫仆人送我 前面再有酒店时 我还要吃 施恩叫仆人仍旧送武松 施恩自去了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 再吃过十来碗酒 此时已有五排十分 天色正热 却有些微风 武松酒却涌上来 把布山摊开 虽然带着五七分酒 却装作十分醉的 前颠后颜 东倒西外 来到林子前 那仆人用手指道 指前头钉子路口 便是蒋门神酒店 武松道 几时到了 你自去躲得远着 等我打倒了 你们去来 武松抢过林子背后 见一个金刚来大汉 披着一领白布衫 撒开一把胶椅 拿着迎斧子 坐在绿槐树下乘凉 武松看那人时 生得如何 胆见 形容丑恶 相貌粗疏 一身子肉横生 几道青筋 抱起 黄然斜起 唇边铺地缠额 怪眼圆征 眉目对旋 悬星下 坐下猙獰 如猛虎 行驶仿佛 似门神 这武松家 醉阳颠 斜着眼看了一看 心中自存道 这个大汉 一定是 蒋门神了 只抢过去 又行不到 三五十步 早见 钉子路口 一个大酒店 眼前立着旺杆 上面挂着 一个酒旺子 写着四个大字 四道河阳风月 转过来看时 门前一带绿油栏杆 插着两把销金旗 每把上五个金字 写道 最厉乾坤大 湖中日月长 一边香肉按针头 操刀的夹上 一臂香蒸做馒头 烧柴的除灶 去里面 一字摆着 三支大酒缸 半截埋在地里 缸里面 各有大半缸酒 正中间 装列着贵身子 里面坐着 一个年纪小的妇人 正是蒋门神 初来孟州 心取的妾 原是西瓦子里 唱说猪般公调的顶老 那妇人生得如何 梅横翠绣 眼露秋波 樱桃口浅韵微红 春笋手清疏嫩玉 官儿小 鸣扑余沈 眼映乌云 山秀窄 桥染流花 薄隆瑞雪 金钗叉缝 宝串围龙 尽叫催护 去寻江 一世文君 重卖酒 乌松看了 瞅着醉眼 竟奔入酒店里来 便去贵身 相对一副座头上坐了 把双手按着桌子上 不转眼 看那妇人 在贵身里那妇人瞧见 回转头看了别处 乌松看那店里时 也有五七个当称的酒宝 五松却敲着桌子叫道 买酒的主人家在哪里 一个当头的酒宝过来 看着五松道 可人要打多少酒 五松道 打凉角酒 先把心来尝看 那酒宝去柜上 叫那妇人 要凉角酒下来 轻放桶里 烫一碗过来道 可人尝酒 五松拿起来吻一吻 摇着头道 不好不好 换将来 酒宝见他醉了 将来跪上道 娘子 胡乱换些与他窗 那妇人接来 清了那酒 又要些上等酒下来 酒宝将去 又烫一碗过来 五松提起来 瞎了一口叫道 这酒也不好 快换些来便饶你 酒宝忍气吞声 拿了酒去跪边道 娘子 胡乱再换些好的与他 修和他一般见识 这客人醉了 只待要寻闹相似 胡乱换些好的与他窗 那妇人 那妇人又咬了一等上色好的酒 来与酒宝 酒宝把桶儿放在面前 又烫一碗过来 五松吃了道 这酒略有些意思 问道 过麦 你那主人家姓什么 酒宝答道 姓蒋 五松道 却如何不姓李 那妇人听了道 这司哪里吃醉了 来这里讨野火吗 酒宝道 他眼见的是个外乡蛮子 不行的了 休听他放屁 五松问道 你说什么 酒宝道 我们自说话 客人你修馆 自吃酒 五松道 过麦 你叫跪上的妇人 下来相伴我吃酒 酒宝贺道 修胡说 这是主人家娘子 五松道 便是主人家娘子带怎的 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紧 那妇人大怒便骂道 杀财 该死的贼 推开跪身子 却带奔出来 五松早把土色布衫脱下 上半截揣在腰里 便把那桶酒 直一坡 坡在地上 抢入贵身子里 却好接着那妇人 五松手硬 哪里挣扎得 被五松一手接住腰胯 一只手把官儿捏作粉碎 揪住云记 隔贵身子 提将出来 望浑酒缸里 执意丢 听得扑通的一声响 可怜这妇人 正被执丢在大酒缸里 五松拖得从贵身前 踏将出来 有几个当仓的酒宝 手脚活些个的 都抢来奔五松 五松手道 轻轻地指一提 颠入怀里来 两手揪住 也望大酒缸里指一丢 装在里面 又一个酒宝奔来 提着头指一掠 也丢在酒缸里 再有两个来的酒宝 一拳一脚 都被五松打倒了 心头三个人 在三只酒缸里 哪里挣扎得起 后面两个人 在地下爬不动 这几个火家倒子 打得屁滚尿流 乖地走了一个 五松道 那死必然去报 蒋门神来 我就接将去 大路上打倒他好看 叫众人笑一笑 五松大踏步赶江出来 那个岛子竟奔去 报了蒋门神 蒋门神剑说 吃了一惊 踢翻了胶椅 丢去迎福子 便钻江来 五松却好迎着 正在大阔路上撞见 蒋门神虽然长大 静音九色索迷 掏嘘了身子 先自吃了那一惊 奔江来 那步 不曾停住 怎得急的五松 虎一般似箭的人 又有心来算他 江门神见了五松 心里先欺他罪 只顾赶江入来 说时迟那时快 五松先把两个拳头 去蒋门神脸上 虚影一影 呼得转身便走 蒋门神大怒 抢江来 被五松一飞脚踢起 踢中蒋门神小腹上 双手按了便蹲下去 五松一学 学将过来 拿着右脚早踢起 直飞在蒋门神鹅脚上 踢着正中 望后便倒 五松追入一步 踏住胸脯 提起着 簇拨大小拳头 往蒋门神脸上便打 原来说过的 打蒋门神扑手 先把拳头须影一影 便转身 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 便转过身来 再飞起右脚 这一扑有名 换作玉环布鸳鸯脚 这是五松平生的 真才实学 非同小可 打得蒋门神 在地下求饶 五松说道 若要我饶你性命 只要依我三件事 蒋门神在地下叫道 好汉饶我 休说三件 便是三百件我也依的 五松指定蒋门神 说出那三件事来 又分叫 打闹孟州城 来上梁山坡 且叫改头换面 来寻主 剪发齐眉 去杀人 毕竟五松对蒋门神 说出哪三件事来 且听下回分解 这两件事来说是